从骑着毛驴上北京到高铁霸主 从自行车王国到私家车遍地跑 从右脚步探索世界到打飞滴 翱翔蓝天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 焦灯领域的变革见证了中国的发展 第一遍 高铁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 1949年 新中国的土地上仅有2.1万公里的铁路 近年来 乘与铁路贯通 蓝芯铁路运营 铁路建设大步向前 2018年 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 较1949年增长超过5倍 除了朴素列车大量投用 中国高铁从无到有 迎来飞跃 2008年 中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京津城际铁路正式通车 10多年间 中国高铁营运里程达2.9万公里以上 成为世界上高铁营运里程最长 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据统计 每一小时就有20多万旅客乘高铁出行 9月24号 国家铁路局副局长于春孝向外界透露 中国将研发时速400公里高铁和600公里磁悬浮 铁路的快速发展 拖起一个流动的中国 第二遍 私家车进入寻常百姓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 人们的出行主要依靠步行 到了七八十年代 骑自行车成为时下流行 飞鸽 永久 凤凰等成为人们追逐的品牌 中国也成为西方人眼中的自行车王国 尽管如此 中国人却始终有一种汽车情怀 1956年 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汽车从吉林长春下线 中国开启汽车时代 但是在那个年代 普通民众高攀不起 直到七十年代末 人们才开始做起公交车 进入21世纪 汽车工业发展迅猛 居民收入大幅提高 汽车成为消费热点 数据统计 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 从2001年的1609万辆增至2018年的2.4亿辆 其中私家车保有量达1.89亿辆 按照13.9亿的中国人口计算 约每7个人就拥有一辆私家车 私家车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 第三遍 打飞滴成为寻常选择 9月25号 随着由北京大兴飞往广州白云的CZ30014航班飞滴跑道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 这个被外媒称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的展翅凤凰 折射出中国在民航领域又迈向新的台阶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仅有7条国内航线 30余架小飞机 坐飞机对普通人来讲不可想象 每当飞机从天空滑过 人们都要抬头望天 七几年来 中国的民航事业稳步发展 据统计 截至2018年 中国境内民用航空班正机场已经达到235个 年旅客吞吐量达到1000万人次的通航机场有37个 其中定期航班的总数达到了4945条 为1950年的412.1倍 民航局数据显示 2018年 中国民航旅客运用数量6.1亿人次 全行业飞机达6053架 一个个数字表明 打飞机已经成为普通百姓出行的寻常选择 第四遍 绿色出行改变生活方式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出行方式的观念也发生变化 今天人们更加倡导绿色低碳出行 公共交通出行 截至目前 中国共有37个城市开通轨道交通 运营里程超过5300公里 以北京为例 全市已有12个区开通22条轨道交通线 运营里程达636.8公里 据统计 2019年上半年 北京市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达到1057万人次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 共享单车成为绿色出行的新宠 2016年 共享单车的概念 航空出世 一度成为新时期的四大发明之一 不同品牌的共享单车出现在街头巷尾 数据显示 目前共享单车日均使用量超过4000万人次 不仅解决了人们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也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环保 今天的中国 在交通发展上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将围绕出行打造全国123出行交通圈 为全面建成交通强国打下建设基础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